住在高雄的環保志工蔡明通 今年高齡90歲了 不過他每天都到鳳山環保站做環保 負責寶特瓶蓋跟瓶身的分類 還有巴勒塑膠套的分類 他說呢 看到廢物可以再利用 覺得很歡喜 而且還可以趁機運動 在感恩茶會上 蔡明通聚精會神的 關注獎台上的活動 因為我們做一道 在我們的小廚 都在我們的廚棚裡面 這樣燙了不行 在主持人協助下回答問題 眾人給予鼓勵 已經90歲的蔡明通 天天都到環保站報道 平時協助保特瓶蓋 與水果包裝塑膠袋的分類 蔡阿公說 不只讓資源回收落實 也讓自己獲得很多好處 現在有的分類給我們做 我做得很開心 心跳就用起來了 有固定目標 火落筋骨 蔡阿公相當歡喜 而和他相同的長輩 不在少數 也讓環保志工聚集的感恩茶會 格外溫馨 大約新聞 珍善美志工 高雄綜合報導